一幅的水彩画展现乡村的风景 我在金山区台二县旁边的小白屋展场 目前正在展出李永奇的个人画展 而李永奇他可是担任四届 但水区的中和里长长达16年的时间 李永奇表示 其实他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而自己也是念美术科系的学生 而这些画正是他在担任里长期间 与退休之后所创作的作品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他眼中的家乡景色 没有 我是比较喜欢乡土的 还有自然生态这方面 绘画这个目的 我是想让大家感觉到一种宁静 宁静的感受 因为李永奇他擅长画那种乡村的生态部分 所以他在他家乡啊 他都喜欢画那些风景画 然后还有五色鸟啦 蓝雀啊 牛啊 路斯啊 这都是他表现的题材 然后他的那个表现手法都很细腻 李永奇在2014年因为身体不适 才没有继续竞选里长 后来就自己找回本身的兴趣 开始做水彩画 而这些画都是以最细腻的方式 表现出栩栩如生的画作 而车展人也说 这也就代表李永奇本身的心思 就是非常的细腻 希望来这边的人每一个人都 可以讨论这个画 很自然的讨论 这是画哪里啊 这个怎么画啊 然后有画家在这里跟你做解说这样子 然后带小朋友来啊 也不用担心说 你在那边跑啊 跳啊 会受伤会影响到别人想画 我是希望说做比较亲和的 其实李永奇做画 画大多都是以自然生态 还有淡水家乡的风景为主 呈现出最自然温馨的一面 而车展人吴洛棠表示 在这一座展场欣赏李永奇的画作 可以相当的放松 不用担心一般画廊的拘警 在现场还有画家本人来为大家介绍 在这里可以彻底的放松心情 来欣赏李永奇的画作之美 而画展将会展到二月底 民众可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是短一金三采访报导 在这一座展场欣赏李永奇的画作 就是避免的一座展场欣赏李永奇的画作